五條件基本收入呢 它全名是 Unconditional Best Income UBI這樣子 它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要就是 定期定額的每個月 然後發給所有全國的一個居民 然後一個基本的現金這樣子 其實最主要是想要去 解決一些台灣遇到的社會問題 我們想要就是去改變一些 所謂對工作的想像跟定義 基本收入 它並不是從上面去切齊 每一個人的資產 而是從下端去支持 每一個人的立足點 那我們從下端去支持 每一個人的立足點 然後它至於 往上會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並不是我們可以去掠奪的 所以這是對個人財產權的尊重 你一口我一口憲法 我也來派大家一起來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憲法未來派 我們這一集邀請到兩位年輕的朋友 他們是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倡議者 一位是蘇嘉冠 一位是賴君怡 哈囉大家好我是家冠 大家好我是君怡 非常歡迎兩位 參加我們今天的節目 其實我在邀請你們上我的節目的時候 我一直在思考什麼叫做無條件基本收入 那我想了各式各樣的類型 我還是後來決定 聽你們講 到底什麼叫做 五條件基本收入呢 就是剛才提到的 UBI它全名是 unconditional best income UBI這樣子 中文就是五條件基本收入 它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要就是定期定額的 每個月 然後發給所有全國的一個居民 然後一個基本的現金這樣子 可能是一萬元兩萬元這樣的額度 為什麼我們要推動這個呢 其實最主要是想要去解決一些 台灣遇到的社會問題 譬如說青年遇到的一些 他在就位上的困境 他在職場上遇到的困境 或是婦女女性 他遇到一些困境 或是貧窮者 身上者 弱勢者等等 這些他遇到困境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制度 預防未來的一些可能的變動 譬如說像去年遇到的疫情關係 然後造成很多的失業 或是暫時的工作轉換 最重要的是我們想要就是去改變一些 所謂對工作的想像跟定義 因為現在大家想像就說 如果你要有收入 就一定要有工作這樣子 但是UBI就是在挑戰說 如果今天就算你沒有工作 你還是會有一個定期 定額的一個基本的生活的收入來源 David Graebert 他是一個人類學家 那他就寫一本叫所謂的狗屁工作 他認為這世界上40%的工作 都是所謂狗屁工作 就是其實大家就為了苦一口收入 然後去裝忙 去做一些不必要做的事情 如果從憲法的角度 他可能會牽動到譬如說人民的生存權 人民的工作權的概念 所以呢 當你們在主張說 國家應該確保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哪些具體的這個內容 會希望國家滿足 或你可以具意向國家進行主張 第一個應該是人人皆有 不管今天是什麼人 你不會因為你的宗教是什麼 或是你的性別是什麼 而去做區分 那第二個話是五條件 就是說你不會因為你有沒有工作 然後或是你有沒有收入 然後去決定說 你有沒有資格拿走基本收入 那第三個話是 他是現金 他就不是像過去發的 Coupon 或是那個消費券 就直接用現金來去發放 我簡單大概計算了一下 我們2300萬人 假設人人都有 那一個月呢 一個人拿1萬好了 那我們國家可能一個月要支付2300億的這個預算 去滿足UBI的要求 一年可能將近3兆 可是我們現在的總預算 大概2兆多一點點 也就是說我們既有的總預算 要加上這3兆 所以可能最後的 國家的總支出規模是5兆 錢在哪裡 就是要採以消費稅 消費稅的話 在台灣就是營業稅 在進行消費的時候 就整收 那為什麼要採取消費稅 消費這件事情是有外部性的 就是比方說我們買了這個東西 我們就耗用了這一部分的地球資源 錢是個人的 但是資源是大家的 所以他就是在透過繳消費稅的這個過程中 他就是作為一個 外部性的校正 即便是在消費的時候 繳了稅金 但是總比他之前的狀況 是沒有錢花來得好多了 我們在提倡UBI的時候 總是有一定的思維 作為他背後的制度的基礎 或推動的一個依據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基本的不管是跟正義有關 或跟經濟行為有關的一些 理論或哲學 可以來支持這UBI的觀點 范帕雷斯 范帕雷斯的學者 或是蓋森林的學者 他們其實基本上就是 覺得認為我們很多的東西 是使為社會共同的資產 很多錢人知識累積而來的知識 知識或技術 你說產生的獲利或是價值的時候 這不應該就是只有某個人 單純的所有 那我們認為是UBI就是 這種回饋的一種最好的方式 在經濟的行為很強調誘因 總之我們希望要推動這個政策 而且這個政策能夠永續 總是要有一些誘因 能讓大家認可 而且也願意參與 然後政府也覺得可行 如果說我們能夠有基本收入 能夠讓每一個人都不會受到 經濟誘因的驅使 尤其是來自對岸的話 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其實是有幫助的 UBI有這麼多的好處 那有沒有其他國家呢 成功實踐的力證 地方的實驗 像是芬蘭 或是印度 或是美國 加拿大等地方 或是甚至肯亞 酗酒率 或是抽菸的人數 那其實大部分都是沒有 就是所謂上升的這種狀況 反正就是兒童的 就是這個就學歷 或是其他的部分 或健康的因素其實都有增加 阿思埃就是產石油 石油相關的 這樣才投入所謂的 一個叫阿思埃擁有基金 基金產生的紅利 可以有辦法就是去用 發給所有的當地居民 家庭收入比較低的家庭 其實對他們來說 這個還是一個很需要的一筆資助 如果我們要推動UBI的話 大概有哪些的法律 您認為是必須要去增定 去修改 那甚至我們在討論到憲法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在憲法當中 納入UBI的概念 我們也批一個基本收入的專章 在專章的最後一條就說 相關的實行辦法就 另定基本收入專法 從年齡開始漸進 我們也覺得說 零到六歲國家和你一起養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比方說從今年開始算 出生的嬰兒 我們就給他一個小額的基本收入 也可以第一時間來解決 少子化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一年出生二十萬個小朋友 然後呢 每個月五千 一年六萬 所以政府要為這二十萬的小朋友 第一年就要編一百二十億 第二年可能是兩百四十億 第三年可能是三百六十億 然後呢 到了六年之後 政府可能要編超過一千億的預算 才能夠滿足 如果我們欠缺財政機率 或欠缺稅源的開發 會造成政府很大的負擔 免費使用跟基本收入 這兩個概念 聽起來好像都是對民眾的福利 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不同的 比方說 我可以免費的使用交通工具 我用這一次 對我來說機會成本是零 但如果說我今天 另外一種福利的方式是給我基本收入 我必須拿這個基本收入 來購買這個公共服務 對我來說 這個機會成本呢 就不是零了 會讓我覺得痛 這樣才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 分配資源的方式 當我們就是把免費使用 替換成為基本收入的發放 讓它自己去決定 從它的口袋裡拿出多少錢的時候 這個衡量的瞬間 就已經可以帶來很多的效率的改善 我覺得司馬複數聽說 他們有一個 每個人是族人 他都可以領到 部落給他們的收入 然後他們就認真在部落裡面去生活 認真去工作 基本你的這個需求呢 部落起碼都有保障 如果今天他有一些這樣的基本收入的話 其實他就更有機會去參與社會 然後去做譬如說社區的志工 或是藝文活動之類的 我們也期待像UBI的一些理念呢 能夠透過各種形式在我們憲法裡面實現 也能夠改變我們的生活 基本收入 它並不是從上面去切齊每一個人的資產 而是從下端去支持每一個人的立足點 那我們從下端去支持每一個人的立足點 然後它至於往上會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並不是我們可以去掠奪的 所以這是對個人財產權的尊重 他要如何去運用 都是他個人的範圍 不會受到國家的侵犯 但是他可以用基本收入這筆額外的錢 做一個消費上的轉型 他可以去買新開發出來的產品 他可以買更人道的雞蛋 他可以買用特殊的纖維製成的鞋子包包衣服 而不會去買羽絨或是牛皮製的 非常謝謝兩位年輕的朋友幫我們帶來新的概念 UBI對我來講真的是很新的概念 我相信對我們的觀眾也是 但我們透過他們的談論 我們可以想像到一個更公平 一個更自由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的方式 而我們也期待我們的憲法 能夠為創造一個更有前瞻性 更有發展的可能性的個人的未來 以及社會的願景 能夠做出貢獻 我們非常謝謝兩位參加我們的節目 我們憲法未來派下次見 日在香港 妳的前面 還沒錯 他們剛才還在看